中間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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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行國務院 之後再做木瓜牛奶 大家好,我是寶欣 今天我要做的 是100%神還原 台灣夜市的 是木瓜牛奶 平時行台灣夜市 很多人喜歡喝珍珠奶茶 但我的主題一定是木瓜牛奶 真的很好喝 跟平時在香港喝到的不同 我現在因為不能去旅行 我就決定自己做木瓜牛奶 看會不會跟台灣夜市十分相似 我現在準備了三樣材料 都是牛奶 漏了東西 等等 還有糖 我們今次的材料 就是牛奶 木瓜 冰 和糖 還有攪灌機一部 首先我們要將一杯木瓜 倒進攪灌機 我專門買了一個又大又紅又甜的木瓜 即是已經熟了那種 好 這裡 一杯木瓜倒進去 之後就是一杯冰 我用手 我用手 可以了 撐得住 這個應該夠一杯冰 然後就輪到一杯奶 為什麼要加冰呢 除了讓它冷一點 好喝一點之外 因為它攪灌機攪的時候 它會變得很熱 熱的時候就會令到木瓜不同了味 還有一些維他命 之後再加三斤糖 它說是三湯匙的 但是我這隻是茶匙小一點 所以我多補三斤 預備 開始 我們的木瓜牛奶已經完成了 到底跟台灣夜市的 是否一模一樣呢 現在就試一下 它有點塞住了 可能有些木瓜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打開個角度 看起來很像 好像很好吃 為了隆重歧視 我今天特別會帶一部 眼鏡去喝這個 木瓜牛奶 再貼上血鬚 我現在要試一下喝這個 木瓜牛奶了 預備吧 有點累 有人在喝嗎 都沒喝到 我感覺到我的耳朵很冷 好像很鬆 喝得很辛苦 喝得很辛苦 喝得停不了口 好好味 我沒玩 我在大的時候 木瓜牛奶很冷 然後我整副眼鏡都很冷 然後我整副眼鏡都很冷 哇 很好喝 不過我的眼鏡不停滑 所以每次只可以很細膽地喝 喝得很不順暢 讓我試一下整杯喝 很好喝 它好喝在什麼呢 因為它將木瓜和牛奶 打在一起 打了之後 它是很泡泡 很奶油 那種口感 就是平日在台灣夜市 喝到的那種口感 本身木瓜已經很甜 加了少許糖 加了冰 這個是超冰凍 超解暑 以後我掛著海灣 那我就會做這個木瓜 試買 這個我發明覺得很幸福 希望你們喜歡這個影片 乾杯 喂喂喂 如果你不想錯過我的最新資訊 記得在Facebook按這三點 選追蹤 再選搶先看 同趣得通知 那就完成了 下次見 拜拜